作为两岸民间最大规模的交流盛会 海峡论坛历经16载 以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为不变的底色 不断扩大两岸民众朋友圈 今年的海峡论坛自然也是台湾媒体关注的焦点 15号举办的海峡论坛大会备受台媒关注 台湾TVBS新闻台引用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台上致辞时喊出的那一句 台湾人也可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作为新闻标题进行的报道 此外 连胜文不仅出席了论坛大会 还参加了14号举办的海峡青年论坛 台湾联合报注意到 连胜文在接受采访 谈到此次出席海峡论坛的成果时表示 联岸青年交流获得广泛认同 首次参加海峡论坛的云林县长张立善 也是台媒关注焦点 台湾旺报注意到 尽管来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之前 张立善就被岛内某些有心人士抹红批评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前来出席活动 因为他认为 两岸之间没有对话 就没有理解 而台湾艺人陈延熙 在海峡论坛大会开幕式上 现唱歌曲《若思念变思念》 也吸引了台媒关注 台湾联合报表示 歌词中满满的客家元素 表达了对故土难理的思念 而台湾地区领导人 赖清德520讲话之后 两岸政治关系更加紧张 14号登场的《两岸知乎论坛》 自然受到台媒关注 台湾旺报注意到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民 在论坛上发表终止演讲 点出两岸要减少政治冲击 可从民族历史等方面着手 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教 在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谢南先生 谢先生 我们要和您一起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本届海峡论坛再次受到了 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 我们想请教您 根据您的观察 在当前两岸形势背景下 本届海峡论坛的成功举办 凸显出了怎样的意义 那么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这两天海峡论坛的召开 可以说是在岛内万 引发了各界的高度的关注 那么在我看来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的海峡论坛的胜利的召开 至少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它其实凸显了 我们对台政策路线方针的 一贯性和稳定性 因为我们客观要承认 当前的两岸局势确实很不太平 频繁出现惊涛骇浪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 我们依然坚持一手软一手硬 去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一方面我们坚决采取 以各种的方式 包括以武力的方式 去打压惩戒岛内的 台独分裂势力 和境外的干涉势力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不遗余地 去推动两岸融合的发展 因为在过去几年的 我们对台工作当中 我们找出了一条 两岸统一的新路 就是以龙触统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一次胜利召开的海峡论坛 其实就是以龙触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显示出了我们以最大的耐心 最大的善意 最大的努力 去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通过两岸融合发展 来促成最后两岸实现 完全统一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重大意义就在于 这一次海峡论坛的召开 其实显示着 在当前如此恶劣的 两岸关系情况之下 岛内仍然有相当强大的民意 呼唤两岸和平发展 呼吁两岸能够正常的 交流与互动 这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增加了更强劲的动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海峡论坛的召开 岛内有几千民众 竞相参加 凸显了在今天的 这样的恶劣的政治生态之下 岛内仍然有相当多多民众 不惧民进党当局的 钳制威胁甚至是哄吓 坚持来大陆参加相应的活动 他们其实是以自身实际的行为 践行着当前岛内的民意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真实的样态 从这次海峡论坛的召开 我们清楚的能够看到 两岸之间有非常蓬勃和强劲的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的民意 同时也预示着 昭示着我们牢牢把握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主动权和主导权 因此我们衷心期待 今天的海峡论坛 能够持续的胜率进行 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同胞 能够来到中国大陆 走一走看一看 我们也衷心期待两岸关系 两岸民众能够越走越轻 我们也衷心期待 未来的两岸关系 能够克难前行 行问之源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谈到本届论坛时 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叫 闭波荡漾共云烟 血脉相连 心相牵 此刻 两岸间的种种人为社长 不过是浩瀚海峡的微波 阻挡不了两岸民众的血脉相连 更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好的 感谢谢先生 您的观点和分析